台股当冲抢抢棍 航运股翻船 散户都赔光光了 少年股神违约交割的数量大幅的增加 证交所跟贵买中心都开始踩煞车 针对当冲占比超过六成的股票 来新增储置条款 到底台股最近的量缩 跟现冲令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今天领域凯分析师要来解说现冲令 不能说的秘密要来告诉你哦 股市和炒店 表股在里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世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 因为8月8号已经是鬼门开了 所以我们要邀请到一位 又有能力 同时又有颜值的分析师 来替大家压压惊 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台股彭于晏 林玉凯分析师 各位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彭于晏 好的 我是林玉凯 哎彭于晏 那个你知道7月农历7月 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吗 不能在背后叫别人名字 对 不能半夜晾衣服 对 还有不能够半夜剪指甲 我从来都不在半夜剪指甲 还有人呢是不在鬼月的时候呢 买房子买车子搬家 但是我最近怀疑也有另外一个倾向就是 在农历7月是不是大家就不买股票了 为什么最近 有这传统吗 不是因为最近台股的成交量太低了 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林玉凯分析师 今天带来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到的是 哎呦台股真的卡到阴了吗 为何最近人气这么低 成交量也都很低呢 那接下来的人气主流股应该要看谁 还有在当冲之下有许多的冤魂 现冲力即将要在8月底实施了 林玉凯分析师要来告诉你 当冲不能说的秘密 你一定要知道 好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 今天台股是开了小高盘 但是在盘中呢 最后呢卖压是逐渐的出笼 包含的货柜三首呢 一开始是开红盘的 后来呢由红翻黑 还有呢上次在台积电大型的 电子全持股方面 台积电红海联电 今天表现呢也都是疲弱不振的 以及面板股的收黑 再加上盘面上没有主流的 领导的领头羊 所以呢最终呢大盘在中午过后呢 甚至曾经呢大跌了180点 最后跌幅收链 今天呢下跌了161点 跌幅是0.9% 收占了17323点 成交量又萎缩了 来到了3501亿 看到呢我们盘中的这个个股 这个大盘呢 已经是连续4天都是黑K 而且是价跌量缩 这该怎么解释呢 等会我们要来请教一下 林玉凯分析师 另外贵马指数的部分 今天跌幅更重了 贵马指数今天跌幅是1.10% 成交量呢是816亿 今天贵马指数依旧是跌破了 5日线10日线跟月线 仅仅只有在季线之上而已 而且呢它的跌幅更大更明显了 中小型股还有得救吗 等会也要问一下郁凯分析师 接下来来看到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 今天呢三大法人合计呢 是连续的卖超 卖超的91亿 而外资呢是卖超的64亿 另外买卖超的部分 外资今天呢买超的部分 来看到外资买超的是 开发金 联电 联大金 中信金跟玉山金 这很有趣耶 郁凯老师很少看到外资 买了这么多金融股 是 所以其实看到这种比重 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 他最近在做一些比较保守的策略交易 就是说因为买这个金融股嘛 其实我们如果再看下一页的话 其实投信今天买的也很保守 也是一样以金融股跟这个传产股为主 永丰金跟赵丰金 对 所以说他这个时间点 他是不会去做所谓太过积极的操作的 OK 好 那看到投信这一页呢 其实也很有趣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告诉大家 投信几乎都是买电子股居多 但是呢今天投信买钞里面呢 第一名跟第五名呢 都是中刚跟台泥传产股 中间呢只是赵丰金跟永丰金 只有第四名的大连搭是电子股而已 这是不是代表说 资金已经从中小型股当中 开始退出了呢 而另外卖钞的部分呢 看到的是外资跟投信呢 今天呢都是大量的卖钞了 尤达群创跟彩晶 所以面板股今天收黑也不意外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大盘部分 要来请我们的彭于晏 帮我们做一下说明了 请教一下啊 现在呢看到的是这个加权指数呢 已经是连续出现4根黑K 而且是加跌量缩的 这个有可能会 今天已经回测际线了 有可能会跌破际线吗 还有可能会继续下跌吗 好 我先来解答这个 思维一开始一个疑问 为什么好像这个鬼门开之后 台股这个人气溃散 难道真的是卡到阴了吗 我们用观落阴的方式 来帮大家了解一下这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归咎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7月底的时候 其实已经做了解封的动作 那解封的话表示大家可能开店的开店 上班的上班 对于股市的关注度 本来就会日渐的减少 这是一个原因 好 再来就是说 8月底这个限冲令的一个实施 其实会让很多原本 很积极于去操作当冲的人 可能会开始有一点点兴趣缺缺 我觉得这两个因素会造就说 整个8月份以来 台股急速量缩的一个原因 那我要问了 兴趣缺缺的到底是散户 还是是中实户 我意思是说 是拥有那些很多股票的人 先暂时处在一个观望的态度 还是散户朋友呢 我觉得都处于观望态度 都是对两者处于观望态度 那我们首先就这个盘式 来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台股来到 是一个无量下跌的一个走势 其实无量下跌 就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 好像是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可是其实我们就 这个部分来观察的话 台股连续4天收了黑K 今天回撤到所谓这个季线 我们先讲一个最坏状态 最坏状态有可能会回撤到 所谓17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卡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说拉一条 颈线来看的话 其实17000点那个部分 大概也就是前波这个说 量能还维持在4000亿以下的 那个关键黑K的那个地方 那个低点 所以说我觉得有机会啦 当然说不是绝对 可是有机会来到这个低点 就讲最坏状况 那当然比较乐观一点的看法的话 说不定在这边季线有撑 撑住之后就上去了 对这也是有可能一种状况 但是我的评估是即便说季线会撑住 可是也有可能会先做一个震荡 震荡之后再寻求一个向上的突破 OK 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大盘 前面呢前一个触及到那个季线的部分 那一天大概是在7月底左右吧 他还留下一根长长的这个下影线 接下来之后就往上连续跳了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左右 所以其实搞不好季线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 有机会可以反弹会不会 我觉得有机会 可是要先看明天走是怎么走 如果说明天一样假设先灌破季线 可是呢到最后尾盘拉起来 收一根这个下影线的话 其实我觉得说季线的支撑效果 都还是相对明显的 那后续就有机会震荡过后再往上走 OK 那请教一下郁卡老师了 因为呢很多的听众呢 他们手上都有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 最近都不涨 而且是之前呢大家都看好的 还是都不涨 那该怎么办呢 尤其贵买指数也跌得很深 好的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波 贵买是跌得相对比较凶 三根黑黑这个幅度 会比加权指数要来得比较深一点点 那么我们这么说好了 你可以发现其实台股是量缩 可是贵买的量其实并没有缩 表示说它的下跌是带量的 如果下跌带量的话 它比较容易呈现于所谓的 这个急杀的一个过程 对 大盘毕竟可能像昨天 有台积电拉尾盘 然后做一个支撑 所以说其实它是缓跌 盘跌的可能性偏高 可是贵买在这种 可能行情震荡啊 很多中石户大户 它会一股脑的 把它自己手上的持股 全部抛出来这情况之下 就有可能呈现出 急跌长黑黑这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我给各位的建议是 如果现在你手上的股票 中小型股是有赚钱的 你可以先考虑 做全部或部分的获利了结 对你会是比较安全的 OK 鬼越到了大家安全为上 是 没错 先做一点保守的措施 林玉凯分析师有交代就要听 好 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 哎呀 很多人都很热衷做当冲 但是其实赔了很多钱 林玉凯分析师要告诉你 现冲令当中不能说的秘密 直接掀开来告诉你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农历七月 我们要对好朋友充满的敬意 也要对于当冲令 好好的来做一个了解 来看到今天林玉凯分析师 带来的主题 哎呀 当冲其实没有那么好做的 很多人呢其实都赔了很多钱 到底在当冲里面 有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主力跟散户之间 要如何的对坐呢 这些不能说的秘密 我们由林玉凯分析师来告诉大家 欢迎台股彭于晏 哈喽大家好 诗伟 你好 我会不会说谎到最后变成真的 我会不会 你讲的都是真心话 刚刚有讲我们要对好朋友充满敬意 你是我好朋友 所以我要先跟你一举 我要对你充满敬意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题的部分 一凯分析需要跟大家聊聊的事 有关于当冲令 是没错 好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说最近有很多当冲的冤魂 那我们直接先看这个 少年股神翻船了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 算是比较佛心来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分析一些产业嘛 会推荐一些股票 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完完全全就是劝势文 对怎么说呢 我们要奉劝大家说 很多的这个散户甚至是股市小白 他也许是今年才开户的 他可能在航运股在传产股 赚钱赚个一次两次 赚个几万块 就自诩为航海王少年股神 可是殊不知风险就在其中 我们这个长荣再传4616万的违约交割 这是7月24号的新闻 可是我相信类似的新闻 大家在这一个多月来 网路上非常非常多理见不鲜啊 所以说我觉得说很多人 而且网路上有很多毕业文啊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因为他已经从股市毕业了 没错可能 他付不出钱啊 付不出违约交割金 他念的可能是都托耳索啊 念不到一年就毕业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是金额比较大的 才会被报章杂志拿出来报导 很多小额的 比如说几十万的几百万的这种 不见得会报导啊 一万块 一万块也付不出来的 也是大有人在哦 我听过最离谱的是三千块 对 三千块都缴不出来 你跟人家做什么股票 你是在 不是要跟朋友借一下啊 跟同医院交流一下啊 倒不用倒不用 可是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连三千块都凑不出来 你还做股票 我就觉得说这有点 本末倒置啊 我是认为是这个样子 所以违约交割履率 传出的状况之下 代表说呢 当冲其实没有那么好做的 当冲其实有很多的美美嘎嘎 今天呢这一些 就要由分析师来告诉你 独家内幕 那我们下一面呢 来看到的是 8月27号即将要实施的 限冲令 这对台股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内容 好的 我们简单先给各位介绍 这两个条款呢 要同时满足 两个条件要同时达成 第一个就是说 最近六天当冲的成交量 要占这六天总成交量 要超过60% 对对对说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前一天 前一天也必须达成 超过六成的这个条件 也说平均六天要达到六成 前一天也要达到六成 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那就有可能会被 这个关紧币延长12天 那延长12天说 一般我们来讲 本来的这个储置股是10天 所以要多加两天啊 多加两天给你 意思是我把你关比较久一点 对多关你两天 对让这个市场再冷静一下 OK 对对对所以它是这个用意 好 那谁来看到呢 到底当冲令呢 限冲令对于台股好不好 我们也来请李玉凯分析师 来帮我们做一个计算了 事实上为什么很多人 热衷做当冲啊 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大户中时户 他们其实有一些 你不晓得的利益在里面 是的 那你小心就被坑杀了 对 我们先来算一下他们的成本 好的有些人很喜欢当冲 总和连这个当冲成本怎么做 怎么计算都不知道 那其实很多的大户 我们常在讲说 他不用去赚坡段 不用去赚价差 他只要赚退佣 对 那这个道理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知道现在当冲手续费是 0.1425个百分点嘛 对 那如果说券商通常会给折扣 对 一般现在至少都是6折以下 什么电子校单比较便宜 对对对对 所以说6折5折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折数 那当冲证交税是减半的 所以原本的税率是0.3个百分点 降到0.15个百分点 这个直接要到12月31号 但是希望政府赶快宣布要延长 是对要刺激成交量 对 好那我们先来做假设 我们看到中间这一条 假设手续费5折 我们讲这是一般散户的一个状况 对 那么你的平均的交易成本 大概会与说0.2925 我们用简单计算 就大概千分之三 是 0.3% 千分之三 可是呢在专业大户 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 什么1退10 1退11 1退12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直接用一个数字来举例 今天假设说我们的成交金额 你先告诉我1退10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我们就要解释这个部分 假设说今天我们一个月的成交金额 是1亿元 1亿 对假设1亿 谁说到1亿啊 我们讲大户 大户1亿很正常 那如果说我们用原本的0.1425 是不是代表说我们这1亿的总手续费 会来到14万2500块 对对 那所谓1退12好了 好 就是说我会退你12万 对你实质上只有2万多块的手续费 OK 对这12万就是所谓的退佣 那1退10就是退10万 OK 退10万退11万退12万 所以这些专业大户 你只要成交量够的话 是 事实上是可以争取到1退10 甚至是1退12 没错 这些都是他们还可以另外在买卖之外 赚到退佣的方法 是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 以1退12来看 我听过最夸张是1退13了 可是1退12的话就代表说 你的手续费成本是0.0.225个百分点 对 那买进卖出都要一次手续费嘛 所以乘以2 对乘以2 再加上0.15%的这个证交税 所以说你每一次 你股票买卖一次 当冲一次你的成本就是0.195 我们就抓0.2好了 好 千分之二 千分之二 是 好那我们以长龙来看 一百多块的长龙 对 他一个tick 什么叫一个tick 你不晓得 股票的一档跳动 今天假设他从150元 涨到150.5 这样就叫做一个tick 一盘一盘的意思 对对对 150.5再到151 就是又一个tick 对 所以说今天以长龙来说 一个tick 他的这个空间 大概就是0.3多 0.3个百分点以上 可是我们的成本呢 只有0.2不到 0.2个百分点不到 换句话说我今天只要赚一档 我只要150买进 对 150.5元卖出 我就赚钱了 哇 因为我成本非常非常低 各位各位 这不是散户可以赚的 这是要大户他 有那么多的成交的金额 他才能够去跟券商要求 这样的退佣 对 所以他光退佣就赚保保了 就赚保保了 可是当然了 我们刚刚有举这个手续费 五折来算 手续费五折 因为现在在这个政府 正交税减半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的成本大概0.3不到 换句话说 其实你只要赚到一个tick 两个tick 其实你也是赚钱的 对 只是说大户他有所谓的规模经济 我今天是可能一亿两亿三亿五亿 这样去冲的 所以其实今天我只要平进平出就好了 我可能150买 卖在150.5 我就永远这样子来 我这边买这边卖这边卖 其实我只要每个月去创造这些成交量 我就有这个很大金额的所谓的退佣了 跟在台股领月薪是一样的意思 差不多意思 就是稳稳的都有钱可以领的进来 不用赚价差我就已经先领到退佣了 而且大户很有纪律 那他们是怎么样去利于不败之地呢 我们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公式 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主力是如何去坑杀散户的 你现在所看到这一面 其实它是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个股的股价 白色是平盘价 绿色是跌停价 那红色呢是涨停价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 这一仿股价的现行波动图 好 这我们讲这是当日走势 因为其实以前大户如果要坑杀散户 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对什么养套杀 对对对 那这个过程可能当中是三个月啊半年 才有办法这样捞到一波 现在周期很短啊 一天我就可以完成养套杀了 甚至我可以利用这个股票的特性不同 我去杀两波 怎么说 好 怎么说 首先我们来看 这很重要好好听 这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假设找盘的时候 它在平盘附近震荡 我们看到一开始走势都平的 走平了之后呢 开始发动 主力进货 对 我开始进货 我慢慢买股价慢慢升了 买了之后呢 我把它开始往上拉 往上拉之后呢 这时候引起全市场的关注 我今天这一档股票 某某股票开始发动了 开始可能创新高 开始拉长红K 哎呀长榮涨了 杨明涨了万海涨了 开始有人留意到它 所以通常散户是跟在那种 已经涨个 比如说三个TIC 五个TIC之后 散户跟进去 正常啊 因为很少有人会去买跌的股票啊 对 那其实在第一阶段呢 这个时候主力就可以卖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赚到 我足够要的TIC了 对 因为这边往上拉 我可能已经拉了三个TIC 四个TIC了 所以散户跟单那一边 其实主力就已经可以赚到 一段的退佣了 所以只要散户进来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卖 然后呢 散户继续帮我往上拉抬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我已经赚到 七个TIC 八个TIC 对这是第一种手法 如果我是单纯的去刷退佣的话 其实我这样就可以获利了 对 那第二种做法呢 这个比较适用于在 这个储制的股票 对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 有一度是长荣在储制 嗯 长荣储制股 那其实长荣特别弱 对 那反而那个时候 万海跟杨明比较强 变成说有这个 不同调的一个情况 因为储制的时候 你不好买股票嘛 对 那你就是把他的热度 给他放低啦 是的 可是呢 刚好处置的时候 因为量会急缩 对 所以刚好有很多的空间 让主力能够来做上下起手 嗯 对 那我们怎么样操作呢 我们一样用这个图来看 好 假设一样 主力先进货 先做一个拉抬 对 那因为20分钟一盘嘛 对 所以说其实 散户没有办法去 衡量到我下一盘会开在哪里 对 可是其实主力它会精算 现在我需要用多少筹码 我可以把股价往下压 所以很简单 今天我拉到一个顶点之后 反正我拉到接近涨停的价位 是 我开始去做期货部位的放空 嗯 那同时我手上因为我早上 期货我是放空的哦 期货做放空 嗯 那因为我早上有进货嘛 所以我手上有很足够的现货 嗯 我开始压 我开始卖 我开始倒股票出来 那因为现在是属于成交量 急缩的状态 对 所以我也许只要100张 只要200张 我就可以去压长荣 去压万海 或者甚至压阳明 我可以压个好几档下来 可是如果说在一般的成交状况 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如果比如说 平常成交量比如说随便来讲 50万张好了 你就很难嘛 但如果今天成交量只有5万张的话 对 那阻力就很好拉抬 对我就很容易了 拉上要拉下都是OK的 对我今天假设成交量急缩到 假设5万张 5万张的话 今天其实我只要丢2000张 我可能就可以压好几档下来 好 那我就会造就说 哎 我开始卖股票 开始把股价往下打 那我一方面 我放空的期货是赚钱的 对 我可能长荣期是赚钱的 那一方面的往下我就一直在 我灌这些散户的这个单 对刚好我这个股票 也是做获利的出托嘛 可是呢散户已经是高档买进了 开始不甘心不放手 你如果主力出货出给谁 出给散户 都出给散户 那到最后散户什么时候放手 因为接近尾盘了 他们很多人他们是小白 他账户根本没有钱 我今天也许我账户里面只有3000块 可是我是在做30万300万的交易 所以我必须尾盘不计价砍出来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尾盘就是这样子 没有这个镜头这样一直往下杀 对就这样子 目前我们讲七八月以来 比较常见的两种手法 大概就是这种形态 而且我觉得这好像蛮常见在航运股的 好怕是我讲的 对对对你讲的不关我的事 这当然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主力跟散户之间的一个互动 为什么我们比较容易常说 这散户小白容易被主力坑杀的一个原因 手法有这几种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请玉卡老师来告诉我们 目前在当冲成交占比比较高的一些个股 要来特别留意一下 好的因为刚刚讲到只要这个连续六天嘛 然后再加六天平均跟前一天有到六成以上的话 其实就有可能会被延长处置的时间 对那其实我们随便抓 我们就抓前一天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一列出来 哇一大堆全部都八十几趴七十几趴 六十几趴的一个当冲比例 对那我们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打型号的部分 这边我们是举了十八档 十八档里面竟然有八档都是航运股 你看你刚刚是不是重复我说的话 对一切的一切讲在前面 对就是航运股啦 对所以其实这个政策我们可以讲说 其实很大一个层面就是冲着航运股来的 因为其实我们讲 我当然认为说政府是美意啦 因为看到这一阵子很多的小白啊 韭菜们哀鸿遍野 他也不得不有一些作为 可是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说 其实这样反而有时候去 打乱的股票自由交易的机制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好所以呢航运股最近被冲的乱七八糟了 不管是散装航运或者是货柜三雄 都是一样的 航运股的解方到底是什么呢 有请彭于燕 好那么今天于燕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航运股的解方在哪里 说他第一个 我觉得说他当冲的市井 8月底下14 这是其中一个层面 第二个呢 融资必须要杀 因为解铃还需细铃人嘛 这一波其实你说航运股 基本面不好嘛 它的基本面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 好到不行啊 长榮 万海 扬民 公布的营收跟获利都好到不行 其实他的状况就跟台积电一样 明明我基本面很好 明明我就是好公司 问题是当一大票散户勇进来之后 我股票就涨不起来了 所以说杀融资 我认为也是一个必要的 就是说筹码的部分一定要先解 那再来呢 短兵相接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 对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四五六月航运股的K棒 都一支断断 很大一根 很大一根什么意思呢 表示说我可能当天的震荡幅度 可能会到8% 9%甚至十几% 都很常见 从这个可能大跌拉到大涨嘛 我还记得有那个大跌拉到涨停板的 跌停拉到涨停的都有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短兵相接 就是说每天我的震荡幅度要很短 我每天都要收短K棒 只要是短K棒 也许我一天震幅只有一两% 两三% 变成说很多的当充客 无法在里面上下其手 没有获利空间 自然这些当充客就会退散了 好的 融资 相对来讲 杀融资让筹码稳定 短兵相接让你震荡的幅度变小 还有当充市井呢 让你能够知道说 这档股票里面 很多人都在做当充客 你千万不要跟着杀进去 所以这三个是航运股的解发 那接下来呢 到底当充令 现充令对台股是好是坏 好 玉台老师怎么看 好 因为我觉得说 就像刚刚讲的 我还是觉得要给市场一个 比较良性 比较自由的交易机制 毕竟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现在其实因为一个当充的打压 不能讲打压 可是就的确会影响到 预期心理啦 对会萎缩非常多 其实从上一个月动辄 五千亿六千亿 到这个月其实四千亿 都是种奢求 你知道这个有点像什么吗 有点像是农历七月 我们都觉得不要去水 不要去海边玩 对 所以海边玩水的人 自然的变少一点点 是因为抓交替的人很多 旁运股现在也在抓交替 很多人变水鬼了 对耶 真的 对啊 都变水鬼了 所以有量才有价嘛 是 那无量就没有办法涨了 比较不容易涨 这是确实 所以说最近可能都会再形成一个 区间震荡的格局 这是比较容易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说 可能这里台股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做调整 那再来就是说延长处置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长龙在处置的时候 反而让大户会有更多上下其手的机会 我可以透过期货 甚至透过所谓的权政 去做一个价差的交易 所以我觉得说也不见得这个政策是一个 真的那么完善的一个措施 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在尊重自由机制的前提之下 给予其他的限制 这个好模糊哦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今天讲我个人的看法 例如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提高当冲保证金 你让真正有10亿的人再来玩当冲 你没有钱的 你账户里面就只有几千块 你跟人家玩什么当冲 对不对 你先压个一百万 先压个五百万在里面 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 没有那个屁股不要坐那个卸药啦 对 没有那个屁股不要坐那个位置 对不要吃那个蟹药 不要吃那个蟹药 我觉得这很重要哦 你好像觉得说你在限制我吗 你是看不起我吗 我很有能力的好不好 我可以赚钱的好不好 不是是要先保护你自己 对不对 不要被这些阻力坑杀 不要被这些阻力出货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这是最重要的最后呢 林玉凯分析师要给大家提醒 希望呢可以对大家有帮助了 在8月27号到来之前呢 还有蔚充令实际实施之后 请大家要特别留意的细节 接下来呢我们要非常的谢谢 林玉凯分析师 谢谢思维 感谢我们的台股彭于晏 未来会跟松山凯基哥一样有名 没有了已经很有名了 已经很有名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QA的部分 首先呢第一题要先来看到的是 威风电子 威风电子7月的营收 创了历史新高 但是最近表现都很弱 有机会可以站稳500吗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威风它的营收是慢慢垫上来的 因为其实在上半年 它大概都维持在26000万左右 可是7月份呢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跳针 那表示说它的产能去做一个突破了 那么其实就我这边所研究得知 大概八九月整个下半年 所谓呈现越越高的一个过程 那一方面呢 其实它这个规模经济的效果 慢慢出来了 而且呢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 以这个领域的龙头 5269的翔硕 其实翔硕在前几天都 翔硕太贵了买不起 对它都还是一档2000多块的股票 太贵了太贵了 如果月营收大概就是在翔硕的二分之一 对可是其实为什么股价 就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呢 对所以我觉得说 这是它股价会相对委屈的一个原因 而且你知道吗 它上半年每股获利已经达到 EPS是5.82元了 我们就算是本益比很低很低好了 算10块就好了 10块 10块钱有点少 40几倍 本益比是有点偏高 不过IC设计的族群 我觉得是不能这样看 再加上说USB4.0 其实在改朝换代的过程当中 它会被大量的运用 所以我觉得说 它后续还是有机会做一个表态的 那现在它是属于休息阶段吗 我觉得它涨一波上来 因为它已经涨了一倍了嘛 从200多块涨到500多块 回来做震荡整理 其实不排除这边是在做 第二只脚的打底动作 对其实这边打底之后 我认为啦 其实在400到450 这边越接近400 其实反而是越能够去成绩的一个价位 OK好 希望大家更有信心 更有信心 接下来看到了下一档呢 有人问说 面板股以正常的EPS来计算股价 大概值多少钱 面板股好像比较少用EPS来算 对因为其实虽然面板股也是电子股 可是其实它比较偏向于景气循环股 对景气循环股 应该要用股价净值比吗 对不对 我记得 对一方面是这个样子 可是其实我给大家一个 算是实物上的经验 很多人讲说你要操作面板股 你要卖在它最好的时候 买在它最烂的时候 对那其实我们从走势图 也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导播放我们上一个框框 对其实长期以来 大概从5月以来 友达一直走的是一个区间整理的格局 而且这是弱势的区间整理 那其实虽然说上周三 有出现一个长虹可以表态 可是现在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假突破 对那其实在面板股的窘境 一直都没有解除 其实我们台湾的面板厂 其实是有所谓的老二哲学 什么意思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技术 我们可能也做不赢大陆厂 或做不赢南韩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没关系我们就老二老三 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就好了 我们也不想去跟京东方 不想去跟LG跟花金光电拼 所以我觉得说在竞争力上 我们没有办法去期待说 它会成为下一个台积电 因此在中长期或短线的投资 我比较不会以面板股为首选 OK 好 而且请大家留意也是 但是玉凯老师可以提醒大家 是面板股最近常常被外资跟投信 忽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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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了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筹码也相对容易乱 而且面板股又是那种 散户认同度很高的股票 所以其实我还是建议说 大家能不碰就不碰 好好好 这是跟大家的分享 这会议题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群状也是一样 在属于这个在盘整区的部分 所以能先不碰就不碰 能不碰就不碰 好昨天呢涨停板的华航跟长荣 利多的题材只有涨一天吗 那如果是套在前高的话 后续该怎么看呢 因为今天呢 华航跟长荣一开盘没多久 马上就跌了 是 好我先跟各位讲说 这是问题是起于盘势 是 因为其实目前台股 因为由于在这个月线之下 季线之上 这样一个区间整理格局 变成说其实追加意愿的力道 也是都是相对不足的 所以这个时机会出现所谓的技术分析无用论 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到了一根长红K 你看到一个创新高 你追进去 往往隔天就是黑K 你看现在华航就是啊 昨天一根大红K 今天一根大黑K 那松子星鼎立在那边啊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我不会建议大家去做追股票的动作 你一旦追发现失败 你就要马上跑 小培也可以跑 没有关系的 现在不是追股票的时候 你要记得现在技术分析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给各位四个字 借急用人 好 那他在前高的该怎么办呢 他的题目是这样 我觉得果断出场吧 好 果断出场 更好的股票还有很多 更好的股票还有很多 我们先慢慢观察 其实很多族群 会慢慢开始做发酵跟表态 OK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台股彭于燕 也就是我们的林玉凯分析师 是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 各式各样当中呢 你一定要注意的技巧 尤其是散户朋友 小白朋友们 请一定要留意咯 那如果你喜欢林玉凯分析师的话呢 你可以跟彭于燕 一对一交流 请加入萤幕上面 他的Liant跟Telegram 就可以跟他来做交流跟请教了 而且呢林玉凯分析师 常常有很多标股的讯息 都在他的Liant跟Telegram当中 请大家赶快加入 千万不要错过 那如果你喜欢股市热炒店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大家 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 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股市热炒店的频道 上面首播 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 我们今天也谢谢 我们的台股彭于燕 谢谢苏伟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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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